全油管最快新闻,由于公摊面积一直是购房者的痛点, 合肥市提出了取消公摊的新举措。 与此同时,重庆和香港也采取了不同的做法。 重庆在早期就取消了公摊,但在计价方式上存在一定的争议。 而香港则在2013年彻底取消了公摊,根据建筑面积计价。 这两个城市的做法给其他地方提供了借鉴, 但在实际操作和政策衔接上仍存在一定的挑战。 合肥的新举措引起了广泛关注,市民们期待后续的相关政策出台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